全球新闻中国播报 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 好 今天头条我们来关注巴西理学任内卢深奥成功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2016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揭晓 第三轮投票 巴西申办城市理学任内卢以66票对32票击败了马德里 成功赢得主办权 7年后奥运盛会将首次在南美洲上演 由于申办2016年奥运会的四个城市 东京 马德里 芝加哥 里约热内卢的实力旗鼓相当 所以当天并没有出现一轮定胜负的局面 投票总共进行了三轮 此前获胜呼声很高的美国芝加哥 在第一轮投票中仅获得18票 意外地成为首个被淘汰的城市 日本东京在随后进行的第二轮投票中也被淘汰 在最后一轮投票中 李约获得了99张有效选票中的66张 以绝对优势战胜马德里 我会有识地表达到访问 那些资金三十四个城市 是赞金三十四个城市 的城市 Rio de Canelo 刹那间包括巴西总统卢拉在内的 李约深奥代表团成员抱作一团 球王贝利等人都热泪盈晃 其他代表团成员也纷纷向李约表示这回 在获胜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当李约热内卢奥申美的主席努兹曼发言的时候 坐在他身边的卢拉男女心中的激动 热泪长流 是时候升到一国际国际国 在最美丽的城市 Rio de Janeiro 为美国的东西 会是一场环境 卢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他一生经历过很多事 却从没有这样的工作 他说让李约承办奥运会 是他当总统以来得到的最大的礼物 二号晚在得知李约深奥成功的消息之后 十多万巴西民众举行海滩狂欢 共同欢庆这一难忘的时刻 当天十多万人聚集在长达七公里 由李约城市明信片美誉的科帕卡巴纳海滩 等待国教委会的最终选择 当听到国教委会主席罗格宣布李约热内卢 为2016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的时候 科帕卡巴纳海滩顿时成为了欢乐的海洋 人们忘情地跳起桑包舞 尽情地表达内心的喜悦 经过78年的等待 巴西人终于盼来了奥运 一面巨大的旗帜在欢庆的人群中传递 旗帜的主色调是蓝色 上面用英语写着李约爱你 热情奔放的李约民众又唱又跳 人们用最擅长也是最著名的方式 桑巴表达着自己的快乐 2009年李约狂欢节 桑巴舞冠军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观众也随着节奏一起摇摆 不妨为李约而放步 桑巴舞出